嘿,大家好,我是Mark 那今天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一个新玩具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亚培出产的一个可以连续测拟的血糖的一个仪器 那通常来讲呢,这个仪器呢,都是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会使用的 我为什么要买这样东西呢?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自己是并没有糖尿病的 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关注细胞新陈代谢健康的朋友应该知道 身体里面有几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胰岛素水平 但胰岛素水平呢,很可惜,我们不能在家里很方便的去测量 如果测不了胰岛素的话呢,你最应该测的东西呢 是一个叫做铜体的东西 而铜体呢,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小的仪器 可以通过一些试纸来测量你血液中的铜体浓度 但很可惜呢,目前铜体的测量呢,只有一期可以做点的测量 就是每一次呢,我都要扎手指,然后去测量当时的一个毒树是什么样的情况 铜体是没有办法连续测量的 但是呢,我们的血糖呢,现在已经有了仪器 这个是可以连续测量 那测量血糖虽然没有测量铜体那么反映身体的情况 但同时呢,也可以去推测一下你身体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状态 那今天呢,我也要来尝试一下这个仪器到底有多好用 那在未来的一段日子呢,我就要通过这个血糖的连续测移的仪器 来测量一下身体在不同的食物,在不同的这个运动情况之下呢 会有什么样的血糖的反应 好,我们先来拆这个东西 这里是一个指南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毒树的这个仪器的这个机器 里面有USB插头 好,那么另外一盒呢,就是传感器 传感器里面呢,有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待会呢,会是配合使用的 这里有呢,有一个详细的说明书啊 告诉你每一步应该去怎么做 好的,首先呢,我们把这一盒传感器组件包打开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把这个扭开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好,然后呢,就把这条线和这个口对齐在一起 然后按下去 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合起来了 同时你会发现这个组件里面呢,有一支针 那这个呢,就会在扎的时候呢 戳穿自己的这个皮肤扎进去 但同时真会马上被这个拿出来 好,下一步的话,我们就用一个这个消毒片 来清洁自己这个准备安装的地方 那我安装在左胳膊这个位置 好,让它自然干掉 你猜猜这些东西会不会很疼呢 里面有个针啊,我来试一下 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 哇,这个比平常扎手指的感觉还要很轻 好的,然后呢,我们保证它可以安装成功 嗯,不会被吊起来 好了,那它就在这儿了 我们平常呢,是可以用袖子把它盖住的 好 现在呢,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仪器 把这个纸拿掉 开机 首先呢,去设置一下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2018年的5月15日 现在是1点03分 然后呢,设置一个葡萄糖的合理范围 这个因为我并没有这个糖尿病 所以我就随便设一个数值 好,然后它会提醒你说 这个会有一些升降变化的一个趋势 好,这边呢,它问你是要启动新的传感器 还是查看这个历史记录 那我们选择启动新的传感器 好了,那就移到这边来 好,上面写着传感器正在启动 然后呢,是在60分钟以后呢 可以开始正式启用这个传感器 好的,那我们60分钟以后再来测试这样东西 好,差不多一小时以后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看看传感器已经准备好没有 然后我们点这个检测葡萄糖 然后离大概4cm的位置查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声音显示出来 好,现在显示的话呢 我的血糖是4.8 OK,那么第一次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当然是看看这个4.8是不是真的4.8 那我们的标准呢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血糖的一个仪器 好的,那我现在就要扎一次手指看一下 我现在通过血液测试的读数是不是4.8 好,那我血液测出来呢是5.1 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接近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两种测法呢应该还是会有一些的误差 那我也会时不时的话去选择一些时间 重新测试一下我的血糖 然后看一下这个仪器的持续读数是不是一个准确 好,关于这个仪器如何安装的演示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未来会有很多相关的信息会逐步给大家报告 下次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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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